你會自己走進去7-11 然後看你的臉這樣一整排 然後在那邊很爽 每一間店外面的柱子上面都有貼 我開車經過你 喔 OK 那這個快樂什麼時候破滅的 他有一種羞辱感是滿滿的JOMEN 然後全部都被貼上愛真實 六五折六五折六五折 那個你竟然這麼介意 任何網紅 就算是聖人級的網紅 跟任何一間便利商店聯名 暫時飯館品項 都會被貼那個字 你們黑粉應該超多的吧 黑粉我想一下 我有一些啦 7-11之後有沒有變更多 哈哈哈哈哈哈 我其實看到坊乾的時候想說 欸這支影片上的時候 7-11的事情就已經沒有人在討論了 還要討論這個嘛 可是大家會好奇你的想法 你真實的想法啊 我先講最一開始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其實全家做的很成功 全家在22年做的非常成功 他就跟金針菇嘛 跟安弟妹等等的 然後7-11也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7-11就找我們 他主動來的 對 然後我就是 其實我問我身邊的同行說 在我7-11事情之前大爆炸之前 我問任何一個同行 同行都說幹很屌欸 我覺得很屌啊 其實我到現在 我們到現在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屌 我覺得那個爆炸 就是這是一個 不管多少錢你都願意接吧 而且7-11的分電數量是 它是全台灣龍頭之外 它距離第二名有很遙遠 它領先很多 它是全家的大概1.5倍以上的電量 對對對 所以你那時候就做嘛 而且你又暴露狂 我暴露狂啊 可以在那麼多地方被看到 我就是莫忘初衷嘛 我就是暴露狂啊 你要當個快樂的暴露狂 我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算是來 百靈果裡面最real的前幾個人 就是 而且最莫忘初衷了 所以你會自己走進7-11 然後看你的臉這樣一整排 然後在那邊很爽 我要去巡啊 沒有 所以他要出平價的 我跟你講 所以他要出平價的 我跟你講 第一波剛上的時候 我根本不用去巡 因為每一間店外面的柱子上面都有貼 我開車經過 OK 而且有6000多間7-11 那這個快樂什麼時候破滅的 大概24小時後 不過真的一開始我要買東西是買不到 因為真的生意太好 我們那時候要買對不對 我跑三間7-11才賣到 而且我跟你講 很痛苦的點是其實 第一波啦 我只敢說第一波是賣超好 可是7-11又不願意讓我講 賣的具體數字 所以 卻變成我的成績影片變成說 哦 決定自己說他賣很好 哇他臉不抽搐 你的臉剛出動 臉不抽搐 我是要自己照一下數字 那個數字是 一週我們在社賣一週的量 就是一般網紅自己開店上賣 可能賣一輩子都賣不到的量 好 請問 就是這一波合作你有沒有賺到錢 有賺到錢 有就是可觀的錢 可是不夠讓你去日本做商務艙 好那講回來 那你24小時以後 然後很傷心 很傷心 很滿 都有都有 其實都沮喪傷心 我自己覺得 大家都還是蠻正面看待這件事 就是一個很屌的YouTuber 我覺得要看同溫層 要看同溫層 然後後來鋪天蓋地的開始被罵 然後 被罵反正 這真的是太多 這件事情說來話長 反正 你第一個收到負面的訊息 是從誰那邊過來的 全部欸 就同時 你打開 這個這件事情是完全出圈 因為其實有時候沿上事件 又分成說 例如今天 凱莉亂講話 那就只是在喜劇圈被燒了 那喜劇圈燒一燒 最多燒到左派圈 或者是文青圈嘛 他不會到完全出圈嘛 可是就是最前面講的 Seven太大了 他是連離島都會有的地方 所以連離島都在燒你 你知道他意思 他有多出圈 清本都在燒 他出圈到我的觀眾 跟我說 他的阿公阿嬤 以為我是很有名的廚師 因為你還穿那白色衣服 白袍 對 所以其中一個論述他就罵我說 我又不是處事 我憑什麼憐憫 真的有這種喔 有有有 他就說 Jermaine跟美食也沒什麼相關 憑什麼憐憫 可是其實我們拍了很多吃播的對決啊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對對對 但是有一個論述 反正很多種 不用那麼解釋 這一個是你最走心的嗎 也沒有也沒有 就是你會覺得 What 全部都在罵我欸 我想一下我最走心是什麼 我跟你講最走心的是 他有一種羞辱感是 你會看到很多張照片 就是滿滿的Jermaine 然後全部都被貼上愛真 六五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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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你竟然這麼介意 會啊會啊 自銷 欸你的票賣不掉 然後自銷六折 然後被 你一定會走心 你一定走心 你的票賣不掉 這種什麼感覺 而且是 而且是各平台 全部都在羞辱你 每一個店家都收到六五折 沒有人要買啊 靠 那個應該 你走出來了沒啊 我走出來 我願意 你一直講就是走出來啦 那時候你怎麼 你怎麼處理這些負面 自己全部賣 我們就趕快去 你自己收購 我會倒閉 難怪 來不及收護照 你都拿去買負面 其實 我們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 就在跟7VEN確定說 因為有好幾張照片 那時候我的影片沒有講 好幾張照片都是 一口氣喔 五十顆我的飯糰被貼愛真 五十顆欸 我說到底是出了什麼事情 是你們篩貨嗎 還是說怎麼樣真的賣很爛 然後甚至說沒有 其實賣很好 可是某幾間店 我們後來去問某些大店 例如在那種 大型的醫院裡面的7VEN 它的預飯糰一口氣 就是會進兩百顆 因為預飯糰的保存期限非常短 所以預飯糰一定會被貼愛真實 所以我可以很負責的跟大家講 任何網紅 就算是聖人級的網紅 跟任何一間便利商店聯名 假設飯糰餅 都會被貼那個貼紙 只說會不會一次被貼50顆 就不一定 哈哈哈哈 對 對 有可能我就是比較爛 哈哈哈哈 那個248塊的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 我又買了20張 然後隔天衝到250 我說 因為那個時候疫情剛開始 疫情剛開始 你覺得會開始大報警 你就 有賺欸 趕快先撤 短線先撤 我這是股神 我再也不用做YouTuber了 你們是HAVEN 我幹嘛賺你們的錢 哼 我就買賣台積電就好了 我一直做波段 根本沒有波段 直接往上衝 哈哈哈哈 直接 好啊 偶爾 買 600多塊開始買 現在多少 510幾塊 那你就覺得要長線 所以你就都不賣了嗎 我就放著啊 我現在已經每天都不會打開 這個損益四算 因為打開來就是心痛 哈哈哈哈 應該賠了好幾百萬 哈哈哈哈 那條小牛就不見了 應該快囉 應該快賠 快賠掉一台小牛了 我台積電買了好幾次 然後全部都在很智障的點賣掉 我根本就是超級韭菜 我在一百多塊的台積電的時候 有買了大概二三十張 後來X 然後很開心啊 賺了十幾塊就賣掉 然後呢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我在那個 248塊的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 我又買了20張 然後隔天衝到250 我想X 因為那個時候疫情剛開始 疫情剛開始 你覺得會開始大爆底 你就X有賺 趕快先撤 短線先撤 我這是股神 我再也不用做YouTuber了 你們是Haven 我幹嘛賺你們的錢 哼 我就買賣台積電就好了 我一直做波段 根本沒有波段 直接往上衝 直接 你知道那個時候台積電還漲停 這種大權值股還漲停 What the 然後 因為台積電是很 很乖的 就是它很誠實的一間公司 它說會成長 就是會成長 所以說那都會成長啊 然後那個算一算 就覺得那股價應該上看800到1000 長線 嗯 就說好 All in 買 All in 600多塊開始買 現在多少 510幾塊 那你就覺得要長線 所以你就都不賣了嗎 我就放著啊 OK OK吧 反正常看 常看一圈 本多中勝吶 哈哈 那個各位 只要台積電買 呃 低於600塊的 你們都贏我 哈哈 然後我都不會撤場 我現在還在裡面 永遠都有 舅妹在那邊撐著 我現在已經每天都不會打開 這個損益四算 因為打開來就是心痛 哈哈 應該賠了好幾百萬 哈哈 那台小牛就不見了 應該快囉 應該快賠 快賠掉一台小牛了 對 哈哈哈 鐑牛 哈哈 對 嗯 紅